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哎呀 伦敦的好啊 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啦 声音怎么样 声音 太好了 山西人民 山西人民 加拿大 迈阿密 好啊 汉堡 给我再来杯冰水 谢谢 声音清晰 够大吧 声音 哎呀 谢谢 谢谢 温哥华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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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纽约人民啊 纽约人民 我这后面很多船啊 我特想让大家看到鱼啊 哎呀 这鱼太多鱼了 哎呦 我的妈 你看那边捞一大网 太多鱼了 法拉圣 森保罗 长沙 长沙 加拿大 哇哦 唐山人民 唐山人民 哎呦 D.C. 哎呀 哎呀 文克利尔 海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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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文克利尔 陈锋的手下吧 西班牙 卡塔尔 南太平洋 洛杉矶 哎呀 太远的 美猴王老乡 啊 上海的 波士顿的 哈德森河 哦 这不是啊 达拉斯 非诚人民 阿尔兰人民 修斯顿人民 哇 天津人 河南正州的 热 啊 还行 啊 还行 啊 正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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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人民 荷兰人民 哇哦 全中国人民 这个代表力太大了吧 慕尼黑 慕尼黑 啊 慕尼黑啊 哎 老鱼 考一看 我刚刚吃一条哈 你看 你看 啊 是吧 我这好几条啊 没吃呢 香港的 同胞 太好了 喝了 Rose Child的 Rose Child这个 非卖品的 Satum Tun 2005 我的至爱 到国贼发来问候 不是吧 没那么夸张吧 青岛的 好 哎呀 芝加哥 那蒙古 喝家伙 大家觉得亮度可以吗 光彩度 亮度可以吗 咱今天是试直播呢 这真的是试网络呢 是网络呢 因为大家知道船上我们那个系统移 当时何平先生 谣言中商 我说我这网络不稳定 我这很不高兴 花了好几个亿买个船 怎么会网络不行呢 我要试 丹麦 哥本哈根 大修 河南人 大修 刚刚老的鱼 齐山同志问候 谢谢了 齐山同志 谢谢 谢谢 这个单纯又开始爆料 爆尿 爆尿 咱老爆尿不好吧 不好吧 兰州人民 扶着李达 喝多了 还让我少喝 喝一整瓶喝完了 那是什么呢 哇 放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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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吗 好 谢谢 你欢迎 那是安迪 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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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OK 好好好 好好好 啊 四川的 四川人的 四川哪里的呢 哦 亮度非常好好好 今天那个早上录得太差了吧 太差了吧 最差的一次了 嗯 嗯 哇 胡舒立啊 胡舒立啊 提啊 等他 他和博训伟是俩人 就炒鱼一样 哪天一起炒啊 一起把他炒了 他这个人你知道 他毕竟是个女士嘛 而且这个人精神不健康 你知道吗 生理也不健康 心理也不健康 哎呀我真担心他自杀 你知道 我说实在话 我老担心哪天跳楼死了 我这担负责任就大了 不好呢 所以说少提他吧 咱对女士还要是 嘴下留情啊 嘴下留情 而且这个女人这个太阴险 我跟你说 这个不仅仅 不仅仅是这个 性讹诈啊 性敲诈 这个人啥都干得出来 你看她那样子啊 英语啊 我的英语也就是小徐二十年半级吧 二十年半级 我这英文也就是吃吃饭 可别我的英文差远了 本人最大缺点之一 就是语言能力差 被一个单词低于四千五百遍 基本记不住 基本记不住 这个 当时我这英文老师 这个 离开了我这个一天 就以为我这 教了我这单词没问题了 结果出了一大堆洋相 现在我的英文老师 人家都原来是个姑娘 现在人家都当了 撒孩子娘了 一见我就笑 人家那孩子现在见了我就笑 都知道这个 这个Uncle Miles 当年说的这么荒唐的英文 这英文太差了 我要有流利的英文 那这些盗国贼 那我早就给他灭了 这个英文实为大障碍啊 虽然现在都说 英文不错 英文很好 咱太知道了 咱这英文 哎 小学二十年半级都是有点吹牛 严格讲可能是一级一半吧 一级一半 胡舒立就对我有点 有点复杂的心理 当时我真的没理他 因为我接受不了他跟李友那套 李友这个人 你看照片这个人吧 那都是经过 所有李友的照片 没有一个是正儿八经的 就是说生活中的真照片 生活中人是面部居黑 俩眼眯缝 那个眼神 那个眼睛 这个家伙就是个典型的坏蛋 这跟我们契山同志 他俩甚至 他俩像一个妈生的啊 非常明显 哎我的妈呀 这大美女 那边来了一船美女 哇塞 都是几乎半裸体状态 一会儿你们能看见 哦我的娘呢 哎那娘呢 这再看这又是 不知道又说我说啥了 大大招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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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美女 看来是焊丫子 不是什么这个真正的 懂的玩水的 都是你看她皮肤都太白啊 人家的玩水的皮肤都是棕色的 啊这酒杯是专业的 就是这个因为在船上嘛 Barbara的 他不能因为睡了以后不能扎脚 所以说他必须专业 每个地方都有很专业的要求 超级游艇的 这个游艇真的 我太想让推友们看看了 这个游艇是我觉得设计当中 真的是Burn Race Burn Race这个世界太牛了 每一寸 每一寸全都是细节 每一寸都是功能 你看上去很简单 那个巴宜 那个巴宜多少呢 45公斤重 是用不锈钢 完全住出来的 你看看他不是雕琢 是住出来的 太牛了 无人机 无人机 你等着吧 无人机的玩无那天人 都得会死不上人之地 美国政府现在对这事已经是 你去想想 我钓鱼钓多成功啊 那是罪证啊 那个他的飞行的GPS的路线 全部被搞得清清楚楚 跑不掉他了 放心吧 过两天 我在这个直播视频 大家展示 他完了 不管是指挥他的 还是拿点臭钱玩着 他死定了 你放心 放心吧 你看我这旁边 两个拿到冲锋枪 那个大大的船上弄了机枪的那种 在旁边 这个这个这个保护着 然后这船上还有持长枪短枪的保镖警察 哎 这明镜啊 现在这何先生 被那一千万搞得有点晕 啥时候直播得听他的了 啊 看游艇 我前面就是一个 我这个游艇就是 下面一个操作这个室啊 船长室 上面一个 就给我开的 在上面 这个我这上面马上就可以开 超级容易啊 都是电脑的 冠军 冠军来 现在冠军是全世界 要追的 要追杀的 要绑架的 第一对象 第一对象 不是王岐山先生 现在N个人问我呀 这个冠军手里有没有那张 最终受益的那张纸啊 要绑架了我 那是多大的钱呐 他家伙 不要说那29.5%的股权 也不要说那52%的股权 就他和刘成杰他俩加在一起 就这52 最起码最起码 这值两千亿美元 把他俩给摁住了 这两千亿美元就是 那就这纸一拿走 都不用签字 那就是人家的了 全人类上没有一个黑帮 贩毒犯一辈子啊 枪毙一万次 你也搞不出两千亿美元呢 现在都在要追杀呀 接下来我就像今天早上说的 只要这些盗国贼 对我们的家人 对我们的员工 他们在国内绑架和侮辱和威胁 咱就在海外给他开始 没有一个盗国贼 家里外面没朋友 没亲亲的 咱不信都试试 试试 看看他知道你有没有家人 有没有亲人 他对我们家人亲人员工做什么 我们就对他做什么 潘工胜很快就被抓了 他掌握这个海航的 这个洗钱的证据 能让他活着吗 不让他活着 很快 齐山先生一定把他给抓了 抓了他得判重刑 小潘的水平 小潘 没什么脑子 没什么脑子 他的水平我估计 最多也就是能给何庭先生当个助理的助理吧 我这吃啥 我都没法给你展示 这鱼 鱼 你看到没有 这也是这儿的鱼 然后这块是整条的鱼 你大家看看 整条的鱼 整条的鱼 牛肉 这个日本的牛肉 然后这块是胡萝卜 豆角 然后蘑菇 牛肉 日本小牛肉 我这短袖 大家别误会 看的不对称 这是那个 Rake Owen的今年的新款 这是那个 你看都透明的 超透明 这个这里边可能看不出来 然后他估计这种鞋着呢 这也鞋 这也鞋 就不对称的美 然后我穿上以后超性感 然后呢 这个我的两个保镖 其中一个是一个同性同志 老在那儿瞪着眼睛 然后呢 网上不是说 我要跟一个男同志结婚了吗 然后他老看我 我说你是不是觉得 我这是ACDC啊 两样通吃啊 他有点笑 昨天我们上那个沙滩上走 超舒服 然后呢 就来到那儿看我 结果我上那个百度船的时候啊 得那个 因为水吧 我靠不了太近 得有人背我过去啊 他们就得有人下水 另外警察拿出枪又不行 然后这哥们就特别快 就把自己的这个枪放在那儿 就过来背我 这个很热情 所以说这男同志长得帅了吧 性感了吧 这男同志也喜欢 哈 背给我过去 老半天不给放下来 你知道吗 嗨 我说这 你还真把我当ACDC了呀 太有意思了 这盗国贼把我给宣传的呀 现在我说无啥不干了 没啥不干了 我就故意过两天 就得我 人受交 都得出来了啊 后来我告诉这哥们 我说啊 你以后别这样正着背我 不要这样 本人 本人 是 单相 不是弯的 是直的 还是直人 但是我觉得弯的没啥不好的 那都是 没有任何人自己是虐待自己去 都是上天的 生意上的 不可违背的 哇塞 你这哥们太狠了 这退货弄匹马 哇塞 马英九先生啊 他真是 他是ACDC 那是两边都行 要不然的被人家控制那么长时间了 那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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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知道 我这一辈子帮我的绝大多数都是女的 所以说这两个 呃这个美猴王一上来我特兴奋啊 然后你看猪大猪女士啊 然后我们山林女士卡卡卡就来了 因为我这一辈子官宗女的救的我 所以何平先生嘛 我就对他真的是不太开心 就我现在我就老这个冷热脸啊 碰人家的冷屁股去 碰人家的冷定去 前一年就碰人家冷定去 人家拿屁给他奔回来 咱去试好吧 人家巴一屁给他奔回来 人家巴一屁给他奔回来 人家巴一屁给奔回来 就觉得现在 明镜啊 就是高高在上啊 大雅之行 不能如咱这土豪啊 不能如咱这骗子 不能如咱这强奸犯 我跟郭文贵啊 我们没几人保持距离 我想投资他也不要 我想投钱也不要 你说我这一辈子没这样过 啥时候我求人呢 我要求人到今天吗 结果吗 哈家伙 我后面的船 N个船 N个船 N个N个船 太多船了 我的后面那个岛上是一家 一家 那一家两千六百个A根 两千六百个A根 是多少亩啊 二六一十三 二十二乘以五 就一十三了 一万三千亩 一万五千亩低 一万五千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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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有多夸张 一个家一万五千亩 你说有多夸张 现在我觉得柯雄先生 真有点精神病 你们看他现在有点 有点 有点不冷静了 最近 这不冷静了 说我谎话连篇 这个朋友 谎话连篇啊 哎呦 那你也来谎话谎话 我看看你有本事 把你的真名 真性敢出镜 谎话谎话 哎呀 这人哪 活得真可怜 一点八K绝对不止 现在我们最起码得三万以上啊 说实在 我真佩服和平先生 你看 三千三百六十一 现在是这个 我这个显示 但另外一个这个视频显示 就是已经三万多 你看肯定了 哦我这个眼镜是 是 他每次出了好的眼镜啊 还有像这个 康姆哈特 还有 他只要出来以后 新的 每样都给我寄一个过来 每种颜色都给我寄一个出来 然后呢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汤姆哈特 现在一直在卖 快破产了 哥们 这哥们真是一个 弯的 他不是值的啊 Good One more one please One more one Yes thank you 和平先生 我有主要来对盗国贼的威胁啊 盗国贼对他的威胁啊 非常严重啊 非常严重 哎呀 这个这个这个 穷那拉的吧 没钱吗 还老装着有钱的样子 就咱们中国知识分子吧 绝大多数被这盗国贼们这些年给乌托邦主义给陷害的 他们发多大财都行 要告诉你 别爱钱 别爱钱 钱是同臭味 结果知识分子不爱钱 不爱钱的知识分子都不是知识分子 钱是动力 钱是好的 结果叫人们都恨钱 结果盗国贼爱钱 你看盗国贼宣传的啊 别爱钱 烦人 哎呀都是同臭味 知识分子 爱钱的就不是知识分子了 商人 商人都重力 都是好东西 结果呢 他们比谁都爱钱 比谁都爱钱 他让所有人都恨钱 结果钱都恨他家去了 对吧 上这种当的愚蠢 敢大胆说爱钱的人才是 不爱钱 不好色 那就不是人了 你活着干什么呀 对不对呀 哪有不好钱不好色的 哪不好钱不好色的呀 那你有病那是 那是有病 结果和平先生 我不爱钱 你不爱钱 那是钱是少 钱多你就爱了 还不好色 那是你自己能力有问题 不好色的 哪有不好色的 哪有不爱钱的呀 对不对 共产主义 盗活贼 天天在那宣传 别爱钱 别爱钱 爱钱都是庸俗的 都是低低的 叫贪婪 他们爱钱叫什么 搞女人 那是什么 那是为了真正的锻炼身体 爱钱 那是爱国 这什么逻辑吗 这是什么逻辑吗 对不对呀 什么马克思列宁 哪一个不是天天脱了裤子到处乱插去 乱跑去 哪个不是啊 中国的领导人都娶多小的媳妇 比自己的孙女都小 对不对呀 零星都被他们娶走了 主持人也被他们娶走了 Thank you for my Good Where is Ginny? Ginny's outside? Inside Yes call him come here Thank you 所以 所以啊 这个咱们别上这大 你看看现在何欣先生 受死蒙祸 老脸说 我不爱钱 我不爱钱 怕钱 我投资你都不要 你算什么吗 这是 哎呦 装什么装啊 结果呢 人家博侨 唐博侨先生爱钱 人家到处捐钱 募捐也没人给呀 然后说募捐也不对 你贪婪 你骗钱 爱钱 投资 你就你也不行 你贪钱 你从头位太重 你募捐 你就是欺骗 然后呢 你骗钱 反正你不能爱钱 反正你不能爱钱 谈恋爱 谈多了 说你是爱情诈骗 说你不谈 你是同性恋 反正你 就什么也不对 咱们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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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天管地 管管中间空气 还要管你的生殖器 他是满山放火 你不能黑夜点灯 你说老百姓吃多了 说你不健康 用手 就是这个吃货 你不吃吧 你身体有问题 你说你赚钱有本事吧 说你这贪婪嘛 生意人嘛 就是重力 轻别离嘛 有问题嘛 对吧 这是 然后骂你 然后你没本事赚钱嘛 你就是一个 你这狗屁奴才 啥也不是 你就像杨赶来女士一样 去自杀 把家人都杀了去 所以呢 你看看这个整个 Hey Jimmy Comm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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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啊 看看保镖啊 看这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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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看看这枪啊 OK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所以呢 你看看啊 你看看啊 所以说 整个的 咱们就没法活 咱们没法活 咱们怎么也不能活 啥黑皮肤人 白皮肤好不好 点击美国人 这哥们儿查了他名字 你就知道是谁了 海豹突击队 去这个 兼本拉登的其中一个人 这个这个 很好 然后 另外一个呢 哥们那个 那个是我们的黑人 那个家伙 厉害 嗯 保镖啊 有的是我付钱的 外边人我都不付钱 是政府的 我不付钱 那两个船我不付钱 里边人有些人是我付钱 四个我付钱 两个我不付钱 大概一天 保镖一个人吧 三千美金 这是这个领头的 普通的大概 两千三到两千四吧 再多小钱 多小钱 再多小钱啊 一天你不 三千美金一年来多少钱 一百万美元嘛 对不对啊 小钱 你那海航 飞一圈 飞一趟 一趟 一趟一百万美元 飞一趟美国 八百万人民币 一百万美元 没了 咱跟这咋比啊 咱给人家算啥呀 咱连那个盘子那个毛 又不是啊 啊 挣钱 不好挣 像盗国贼一样 偷钱 比较容易 保镖啊 这个不能说是我的保镖 就是我私人保镖 就是说二十四小时 是这个八小时一班 然后呢 这总共是八个人 他一天就轮着上班 每一天八个人 然后呢 外面是政府派的 那个就多了啊 大概 像我出船的话 我看看 今天那边有三个 大概 那边今天 刚才那个船是四个人 他们像七个人吧 一天他最起码 他得三十个人吧 三十个人吧 那时候我不付钱的 老大我护照说问题 什么美国不上 咱看看 七月份 我就得回去了 我就得走了 公文贵有问题了 造那甲 你都不知道我咋钓鱼的呀 我啥叫钓鱼呀 就是那刚才那鱼得拿鱼饵 有些领导听了很兴奋的 拿到这个音频 造了个甲 然后呢 骗了领导一部分钱 据我所知 在过去三年内 专案主被骗走的钱好几个亿 好几个亿 都说我把公文贵弄回来 我掌握他的护照信息了 我掌握这个人犯罪证据了 我在香港帮你报案了 结果好嘛 到国贼们 就你们这智商 美国这个国家太伟大了 太伟大了真的是太伟大了 我分分钟充满了感恩 祖国如果不爱你的时候 你再爱祖国你就愚蠢了 现在虽然是祖国被盗国贼给盗走了 但是我们在这得到了美国人 对我们的保护 人家你看看 一分钱不要你的保护了24小时 这么热的天围绕你24小时 哪个国家能做到啊 可能吗 你送钱的都不干的 哎呀老王被骗钱多了去了 我们国内啊现在一大堆宣传机器骂美国人 我说实在话 哎呀 这话太沉重了 秦群秦群老打秦群这个 秦打秦群这人绝对是个牛人 秦群是下一个爆料的核心人物 不亚于刘成杰 不亚于冠军 不亚于孙瑶 牛人 大家所以我们就查查香港的 这个中箭头朱铃有钱公司 其中有一个股东叫Grant Leeson Grant Leeson你可以查一查 BVI公司 谁是老板 查查秦群是董事长 太有意思了 太有意思了 中箭头 中箭头朱铃 渤海金控 还有海航的各个金融板块 盛京银行 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 然后 还有很重要的几个大件事 现在不易多说 不易多说 吓死大家 吓死大家 秦秦秦秦 博彩金控可没那么简单 接下来是什么 菲律宾的赌 缅甸的赌 老挝的赌 马来西亚的赌 和马来西亚的房地产 然后新加坡的金融 香港这个地方 就这么大屁股的地方 整个吸进了中国绝大部分人的钱 黑钱 红钱都吸来了 黑红两道的钱 接下来香港的地方 是中国金融核弹的 能走的快走吧 能躲的快躲吧 碧桂园 事儿大了去了 绿地 碧桂园 恒大 金木棉 假要停就是政治的牺牲品 肯定不会好下场 肯定不会好下场 我这发型 很多这个 昨天和今天 在美国人口开会说 哎 你这个发型实在太好了 很多人 上次我开会 回去就理了发型了 啊 喜欢的不得了 全球发布会有可能啊 这个十九大前一星期开一次 十九大完再开一次 但是 一定会开的啊 开的会很精彩 我希望王岐山先生啊 王岐山先生 留在 留在常委里 留在常委里 然后呢 咱们再开金民记者会 那多热闹啊 他不留了咱也就结束了 王岐山农乐不留在常委 我的报料 关于他的报料就结束了 再不提了 王岐山先生 也不留在常委里 我绝对不代替 我不像他似的 杀尽 赶尽杀绝 啊 然后呢 这个这个 株连九竹 王岐山先生 如果是十九大 只要他不留任了 我绝对不再提他一次 啊 因为我这人要 给别人留余地 必须给人留余地 必须给人留余地 你看啊 我这上面就选了 四千六百八十七 然后这边选了两 二点二K 然后前面这个电脑上 选的是就是四点七万 今天早上再现一个是六点八万 一个选的是十一万 所以说这个盗国贼 有多阴险 你看啊 马云没什么事件了 什么 我我头两天跟你们说了没有 现在 马云报了栗战书先生 啊 报了栗战书先生 你看这结局 头两天 有人 通过我信任的好朋友关系 找我约 约呢 就说栗战书的弟弟 在某某基金 这个某某金融机构干什么事 然后呢 这个这个 让我这个 又给我提供他女儿的什么事情 然后呢 又给我提供这个 栗战书先生 在黑栏 黑龙江的事情 这都是盗国贼王岐山先生安排的 就怕他当中级为首席 或者当中华为首席 太害怕了 所以呢 想让我上了当 我没干 结果马云同志的 早报啊 这个这个南华早报干了 这南华早报干了 就找死自杀呢 人家 人家栗战书先生 够清廉的了 绝对清廉的 够清廉的了 想炫害人家 你想说不是都无可能了 现在国内的商人呢 他根本不懂得 应该怎么安全 对不起 所以呢 整个咱们国内哪有无伤不证啊 没有伤人 没有不参政治的 没证你活得了吗 结果呢 有些人这装神的鬼 觉得自己好像青年的 跟纯洁的处女一样 可能吗 不可能的 现在有些人太能装了 太能装了 装自己个神一样 啥的无事啊 装什么呀 老百姓不傻呀 一个傻 两个傻 就像我娘说的 儿子出去以后 你想想 你一定要记住 你是最笨的 你人家一个傻 两个傻 加着一堆三个 都傻吗 不可能 老百姓都傻吗 不可能傻 这徐家印我本来跟他无仇无怨 他到处说我坏话 他骂我 你说你徐家印 你这钱哪来的 谁不知道啊 你咋在市场上操作的 谁不知道啊 你买头哪去 当官是谁不知道啊 你咋在银行里造假账骗钱的 谁不知道啊 你怎么搞融机利子 谁不知道啊 你玩那金融谁不知道 盛金银行你怎么弄的 你和那老代啥关系 人家谁不知道啊 你跟那郑家纯 那新世界 我认识郑家纯的时候 你还干嘛 一插厕所了你 你问问郑家纯 我认识哪一年 我认识他 你还知道谁叫郑家纯吗 你问问郑家纯 新世界认识我什么世界 我一九九一年都认识了 哎 结果我不惹你嘛 你到处骂我 那就对不起了 你不是骂吗 我这人啊 我不会忘过一个 帮助过我的人 我不会放过一个 害过我的人 这就是我的哲学 哎呀 范冰冰跟许家纯他俩是一个 睡完以后 范冰冰小姐在帮他去啊 拉生意啊 批条找领导 找七山啊 找这些其他领导 同时呢 许家纯呢 又带着他去 介绍各个老板 官场认识 在共同的那些黑别人 哎呦 这是傻子都懂啊 你如果说谁不懂呢 这都是哎呦 欺老天爷 欺天 欺了这个 那是得报应的 别以为别人傻呀 比别人傻吗 不是在天上 就是在水里的人 别欺天 欺天了 会得报应的 不知道哪天从天上 掉下来了飞机 都有私人飞机 掉下来咋办呢 是不是啊 别欺负人 别瞪着眼 胡说八道 这都有船 哪天船的时候 水里面翻了咋办呢 翻了咋办呢 任何一个推友们 王健林先生 为啥我跟他 虽然认识 很多年也不来往 为啥我替他说话 就是不容易 这个人是真干事的 你们刚才说的 王健林先生 这个不容易 还有个人家 现在是走下坡路的时候 别踩人家 踩人家干嘛 我们中国人 就在人家下刀 人家倒下的时候 强倒众人推 在人家掉颈子的时候 落井下石 这是最卑鄙的 佛教上讲 佛教上讲 最简单 人软 咱不捏 人弱 咱不欺 人倒 咱要服 人有困 咱要帮 反过来说了 那你就是作孽 你不能帮人家 就别忘语嘛 对不对啊 你帮人家 你比如现在许家印 许家印先生他要今天倒霉 我一话也不说他 你现在不牛吗 你就你那样 你说你凭啥牛啊 傻子都知道 你长的啥呢 你长撒脑袋呢 你长的六个生殖器 你不睡觉 你家钱是你家祖坟上给你带来的 还是你这爷爷给你埋了多少一吨黄金了 不都是人民的钱吗 不都是银行的钱吗 咋拿来的钱 不就是全钱交易吗 不就你背后的老板吗 今天是常委吗 傻子都知道 谁是你朋友 男的不知道吗 你玩啥足球啊 你玩足球 骗那些人 你能骗得了所有的老百姓吗 任何一个七天 认为老天爷不懂的 认为地上是不懂的 没有神存在的 没有上天存在的 你必得灭亡 王仁哥 现在说说 说说恒大 王建立要跳王仁哥 这王仁哥先生 今天不说九寨沟地震吗 我这心里面很沉重 我看到难受我 我一提九寨沟都难受我 当时王仁哥先生 那我多尊敬啊 北大的校长啊 结果住在九寨沟 那一晚上我们喝了很多酒 六公升的爬树子 三公升是六公升的爬树子 我们喝多了 你知道我一喝多了我就很疯狂 我喝多了 基本上的畜生没啥脸上 我喝多了又跟畜生没啥脸上 说心里话啊 结果呢 我就去找人家王上哥先生 喝了完了还要找人家 我这毛病就要再喝 结果好 王上哥先生跟余丽女士已经回他房间了 还故意在那个 酒在天堂的楼的另外一边 我跟着保镖 谁说我打你 然后这几个保镖 也没办法了 确实我一喝醉酒就咬人 我还咬人家人 但是我都断片了 结果呢 人家就把我摁在地上 我就吐 啊这吐我吐人家大堂里边 酒吧里边全酒店一个菜单都是的 我这人喝完酒只要我吐出去 十分钟就清醒 结果在大堂里边喝了点东西 人家都开始打扫卫生了 都是洗地了开始 我就跑了王上哥那个房间 哦家伙叫床 啊啊啊啊 这点叫啊 老叫啊 这这这这这这这个整个在那叫啊 所以说 哎呀我看到这王仁哥先生啊 我才知道这校长原来是这样啊 你说我怀疑他跟于利两个人 但我没想到俩人那么疯狂 那于利同志叫床叫的真是啊 真是不一点不怕 两层楼都能听见 绝对是假的 绝对是假的 而且提前给给王上哥吃了这个 这个海骨丸 那李柔的擅长海骨丸 喝了海骨糖 哎呀就是王上哥先生在飞机上那一句话 就是不什么他奶奶不发他奶奶不知道叫姨 这一句话把我从心姨拔凉拔凉的呀 我这是个校长啊 社科院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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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呃 叫董事啊叫什么 院士院士啊 你说他多吓人啊你说他这么说 然后呢于利亚呀 就当这这驴呀摸呀 就在飞机上你看那个脚然后露出脚啊 然后呢故意给问你看我这脚多好看啊伸到他面前 然后他摸着脚这脚好好捏捏 哎呦恶心的你真受不了 真受不了我跟我媳妇没这样过 咱可能是太不行了不懂得情调 我跟于利亚有一腿我今天在这水里淹死我 我刚才跟于利亚有一腿我天打五雷哄 所以他编那个东西那个音频编到家了 哎呦我跟于利亚有一腿哎呦我的妈呀 那不是郭三秒了那就是郭零秒了我估计 你没见真实中的于利亚 那个老子呀因为他老拉皮啊脖子都是啥的 那手啊那都别提咱不能对不起女性 那简直是 那那要是拥抱一下 那还不得那还不得真把领子得吐几天啊 所以我很佩服文革同志的这个勇气 哎呀真是啊 我告诉你我最大的感激我在前几集视频你们没有看过说我最感激的是1983年啊我去一次 87年我去一次坦塞尼亚乌干达尼尼尼尼亚凯普顿还有这个刚果还有这个安格拉 我在这个坦塞尼亚看了就是艾滋病收养的那个晒山那个地方哎呀那皮肤上就那烂的呀我就一想到奇迹被疙瘩 那救了我呀那那个一想起了我就奇迹被疙瘩 艾滋病性病啊太可怕了 哎呦而且那人很多都是吸毒的然后在没多远就有个戒毒的地方 我的妈呀那个戒毒的人吸完毒以后那个皮肤瘦的呀哎呦我的妈呀 然后在中间就有一个地方就是死人以后拿推毒机推过去给埋了坑 救了我了郭文贵绝对是个好色之徒这一点你都不知道我这反正我老婆不上推特 要不上我老婆给揍我了来啊我害怕她呀我最怕的就是我老婆 你知道吗哎呀行我这不吃了不吃了吃不下去了哎呦 你就恶心自我了从那以后我有绝对的这种心理障碍 不干净不行啊不干净不行啊这这这这这个我和我太太我们俩都有这种 我太太从来在酒店里面不拿别人不用别人的浴巾我也是啊 哎呀哎呀这一说这几几个不好意思啊我这戴套不行 对不起我在这这工厂我一戴套就不管用啊这个这个 一戴不管用我太太从今给我买过让我试让怕她怀孕结果不行啊 这个这个一戴就不管用了所以说咱就没那命咱没那命啊 所以说他们瞎编乱造的啊瞎编乱造的啊 许才厚艾滋病我就是造谣的胡说八道不可能啊绝对不可能 这个许才厚这个在2014年我出来之前 2014年的时候我见许才厚在这个北辰高尔夫球场 那哥们天天锻炼每天跑三千米啊游泳三千米啊 游三千米就要跑上十公里因为他从小身体不好 那他老婆帅的漂亮的很 那徐才厚 但这个人绝对绝对的是一个好色贪钱之徒 没得讲的该死 但是人都死了咱就别说了 该死的官员多多都活着呢 不是嘛 现在都把国家给偷走了 我是这个朋友问的好 我说那么多黑暗啊 但是呢我必须要给大家说 咱现在爆料嘛 咱聊的是黑暗嘛 没聊好处 好处还是多的 这个大前天今天我家人没给我上船 这个大前天我和我太太 我们俩这个完了这个开完会回来 洗个澡 看完这个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跟我太太坐在那呢 咱俩喝个小酒就聊天 然后我太太就说你看 你真嫌老了 然后呢你说你这么大的压力 然后呢面对那么多黑暗 你咋还每天都那么笑呢 你咋每天那么开心呢 我都替你担心我头发都白了 你怎么这样呢 这是我太太出来以后 这将近两三个月了 没问过我的话 第一次问我 我们两个可以说相敬如宾吧 我说很简单 我说你看看 咱现在比比伊拉克 叙利亚 比比野门 比比非洲 咱是不是人间的过得最好的 哎他说是 然后呢 你再想想 咱爹娘父母健在 天下有几个呀 没几个 中国人现在四个人就一个癌症 咱父母健在 是不是行 像咱俩这年儿女双全 没有吧 咱的儿女做人可以说 咱教育到家了 绝对是真诚不撒谎不乱玩 也不坑人不骗人爱国 是啊 哎 他说你这儿就到了 我还有精致 像我和你这样三十多年没离婚的 那不是个奇迹吗 当然 这不是他珍惜吗 还有你说我现在 中国这么多老板 你说那肖建娃 那乐视 那上海的郭广昌 那生不如死啊 那多少老板呢 一个一个的 你刚刚抓到身上台 那不就完了吗 咱们在海外 咱就啥也不挣了 不一辈子不干活了 咱也吃啥喝啥咱也都这了 咱再赚一万万亿也就这样了 你说还能怎么着 各国领导人 这么多的认识朋友 你说咱的朋友 他那么大事儿 没有说 到了众叛亲离 咱还不高兴吗 还有 你说不但是这样 咱不谈这事儿 我在国内 我一被抓 二被弄死 三被车祸 四被打飞机死 都有可能 一万条死因 不但没死 还叫我赚了这么多钱 这些基金还让我 更加的这个 这个有信用更加赚钱 不但如此 让我在海外 你说原来 就是咱们定居海外吧 你还觉得没信心 现在你不想定居 都是定居了 咱未来欧洲飞两天 日本住两天 美国住两天 你说这多好啊 儿女大了 未来咱有外甥有孙子 咱这开开心心 咱也不做生意了 咱也不出名 我说咱也不跟官员扯 我说现在一不小心 又当了网红了 老网红了 咱未来咱就不当网红了 咱就消失在闹市中 过着咱清闲的日子 你说咱不开心 谁开心呢 如果咱现在说 咱遇到困难了 咱现在愁没哭脸 然后现在盗国贼 吓唬咱咱就哭 咱就躲这屋里不出去了 哎呦我害怕啊 是不是 我说那人家开心啊 那老天爷 凭啥给咱那么多东西啊 上天凭啥给那么多东西啊 对不对啊 凭啥让咱郭文贵 能去揭发一个海航上盗国啊 就是咱在这个国家 也得到了很多 给我们的职务 给我们的任务 给我们的责任 就是要揭发 要保护人民的利益 咱跟这党没关系 这国家也不需要咱 我咱就当成使命 你完成使命的时候 你哪 你还有什么愿言呢 你就好好去完成 输了就输了 不输就是老天爷给帮咱们 就这么简单 咱每天都得 向上天感恩咱们被抓 没雷羊死 没打飞机死 没变成 这个 肖建华 也没变成 各个老板 多了句了 这老板都数不清了 不你看他当官被抓的 哪个不是家国人王啊 终生就完了 断子绝孙呢 哎我太来听了高兴 哎呀过去他比我能喝 喝一瓶茅台没事儿 现在二两茅台就迷糊了 就不行了 然后啪啪啪 喝了一大杯红酒 很高兴 所以说你看 咱说的都是实话呀 你说咱现在 你说盗国贼们现在 天天的给咱这块折腾 我说他都没有想到 他这所有的折腾都是帮咱的 我说你看看哪个不是帮咱呢 还有你有时候在国内啊 如果要是还有几个像郭文贵一样 能把老婆孩子给揪出来的呀 没了 咱不敢急 咱再不开心 还有个天理没有啊 对不对啊 哎一听他高兴 这都是正能量嘛 所以你看到这黑暗还是少的 所以说一天24小时 黑夜中只有8小时 16小时还是白天 哎呦我的妈 啪啪啪 啪啪啪 那个啪啪啪害死人了 现在我的所有朋友又说那话 啪啪啪先生 每次都是啪啪啪先生 那个人装我那个人真像 我跟你说实话 我前天我真是 我这个 对 那个那个 我的那个律师让我听一段 我一天吓我一大跳 这真是我呀 我连我自己都梦了 这真是我呀 还有啥时候干这事呢 然后 还这样 呀我想 你们你们就对比对比一下 哎 哎呀我说我啥时候 我说这样啊 扑阳老乡扑 扑阳老乡 吃了毛和了毛 吃了毛和了毛 扑阳老乡 吃了毛和了毛 哎呀我都自己都相信是我了 你知道吗 哎呀我这 哎呀吓人呐这个 啊 啊结果 王彦平没有小骨子啊 那个王女士没有小骨子 她丈夫确实啊 跟她是我不能多说 然后呢 那所有的官员王彦平都是假的 帮她照片都是什么变形的 那恶心死来了 那完全 王彦平女士非常的漂亮 非常非常漂亮 非常非常漂亮 非常气质女孩 她是在法国上学长大的 非常会穿衣服 非常爱运动 法语特别好 英文特别好 然后把她给她弄成了脸还这样 然后打叉叉叉 恶心死我了 不敢说别的 肯定比余率好看一百倍 绝对气质女孩啊 身材也不低 然后呢 语言文化教育又好 这个皮肤很白 你看只能黑的 按照变形的 还大鼻孔 哎呦 恶心死我了 所以说那天我听了这个语音视频 我挺吓人的 哎呦 我说哈家伙 这家伙造音频造的 真挺想连我自己都相信了 我一定要为这个社会多做点事啊 江泽民被软禁 胡说八道的 你软禁了任何人也不能软禁了江泽民 那是真正的中国的皇上啊 谁说妻不如妾什么 妾不如情 这都是骗人的鬼话 害人 毁人不倦 我现在觉得老婆是最好的 我告诉你 千万别忘了 我看到的那些 这些妾 我看到的多了 最后都是不欢而散 咱们中国的 在2006年到2009年 一个广东最大的地产商 最大的地产商之一 这哥们儿啊 在香港 包了七个二奶 七个二奶 这个一开始身体挺好的 抠了过几年 整个人啊 都勾肉了 都不行了 为什么呀 他一回香港 这些二奶就让他吃尾哥 必须和我做爱 一晚上能弄好几次 弄不了就骂你 删你的脸 这哥们后来回来 有精神病了都快 不敢去见二奶了 后来这些二奶呢 生了大概 听说是六个儿子 四个闺女 他和一个中央的政治局委员很好 还有这个深圳的一个市委书记 也很好 还有市长就被抓了 许战恒 被抓了 结果呢 就是说你去换一换一DNA吧 这哥们一化验 这七个儿子 六个不是他的 都是他的 小二奶跟四级跟保镖 这个生的 哎呀 啥叫二奶呀 人家是为了钱给你的 如果说二奶比老婆重要 那是你在一定的时候的错觉 你老了 你也不尖如铁硬如钢了 你就死去吧 你把钱留下 人二奶去哪去哪 对不对 哇塞 这里的蚊子会咬 这里的苍蝇会咬人 太疯狂了 我问迷途 所以许中恒 许中恒啊 所以说说这种话 这都是精神病毒 你不要忘了 你要说这个老婆不如妾 妾不如情 你老婆也可以说 老公不如二男 二男不如鸭子 也可以这么说 你会得报应的 相信这种哲学的人 不会得好报应的 老婆在你最伟大的时候 这人家躲在边边上去 所有的男人 包括我本人曾经犯了毛病 最好的时候 老觉得老婆不重要 当你有难的时候 老婆重要了 老婆重要了 对不对啊 哈喽哈喽 所以啊 朋友们 别相信那些魔鬼的东西 文化大革命 是人类上最大的人道浩劫 乌托邦到达中国以后 是中国人民从这个服装文化 饮食文化 建筑文化 语言文化 都到达了零点 暴力 昨天那个荣先生啊 这个荣华先生讲的非常好 中国实际上 他昨天没说 中国有四种语言 第一种语言 就是我现在说的话和文字 第二种语言 就是我们真正的实物 实物是我们的语言 第三种语言 就是我们的建筑 啊 第四种语言 是我们的服装 这是一个民族的东西 我们的建筑 现在中国不是建筑灾难 是建筑巨大的灾难 啊 那叫买霸文化 啥叫买霸啊 自己没爹 就买个爹来当爹 中国所有的建筑 99.999 都是买霸文化 买爹文化 丢不丢人呐 丢不丢人呐 你看看中国的建筑啊 第二个 中国现在是最重要的啊 现在说话 讲英文牛 你现在文贵要讲一嘴流离一嘴 哎呀文贵太厉害了 讲英文流 讲中文可耻 而且现在中文都是语言暴力 那种美好啊 悲水流伤 蓝婷旭 王熙之 那都没了 谁还在乎蓝婷旭啊 谁还在乎你董奇昌啊 谁还在乎你编文招啊 没了 是不是啊 你想想那个唐破虎的那些浪漫 没了 李白的诗那都是丢人了 建筑垃圾 语言垃圾 现在就像服装垃圾 我们现在说中国人最不该穿的牛仔裤和休闲装 最不应该穿的就是西装 连巴基斯坦 人家那缅甸都有国服 咱连国服都没有 领导人穿着西装 把那个领带打得比那个到那个生殖器那个位置上去 在这块大喇召 然后每个人的袖子都到这儿 所有就是 中国男人穿西装三个要素别干了 第一一定袖子要到这儿为止 要到这儿 就是在你的胡椒要三寸 所以说呢 这个不要超过这个袖子一定要短 所有中国男人穿的袖子 全部都是长袖子 都是大辣的 都像药饭那样 Thank you very much Yes please 那么另外一个的中国人穿衬衣 衬衣领子一定要挺拔一定不要大 打的领带一定要打齐打直 而且一定不能过你的腰带的那个扣 否则是灾难的错 这个西装所有的西方人是什么 是这个袖子搭了下来到这儿 我们中国人必须只能到这儿 因为我们的身材几乎都是五短的身材 是五短的身材 所以说呢 我们这几个要点 西装要紧千万不要松 袖子要短不要长 这个西装宁可短 就是屁股的三分之四分之一的位置 不要长 然后西装一定要运挺的 衬衣一定要挺的 名单要打直 你看我们国家穿西装给人穿成了西装东烂 西装东烂 然后建筑的灾难 服装的灾难 然后在什么的这个饮食的灾难 什么饮食的灾难 中国人以茶文化为最有名啊 全西方人佩服死了 西方最有身份的予他喝茶呢 日本人崇拜茶崇拜的神一样 我们要喝星巴克 喝咖啡 吃饭吃麦当劳 肯德基 哎呦我得亲娘嘞 咱们现在一说话 就骂人 张嘴就骂人 佛祖说了 妄语比作恶还可怕 你骂人 你一定会得报应的 现在晚上什么叫屌丝 你说这词有多恐怖啊 现在你看文贵上推以来 在我的上不允许骂人 不允许骂人 不允许骂人 说到这儿我要说啊 刚才我看到了这个 长期支持我的杨健敖先生 在那会儿大骂圣志气啊 而我的骂人 最近骂人骂得太夸张了 杨健敖我现在跟你说啊 我把你当成兄弟 过去帮过我的人 我一个也不会忘 我已经忍了很长时间了 如果你再敢在我这个推上 你再这么骂人生的气 我一定把你屏蔽了 还有你这个人家这个 宝胜成立推特委员会 你这个对人家这个说出语 要求人家 威胁人家 啊 说你要排在昭明之后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赵元之前 你凭什么呀 你凭什么呀 你现在就这么要求威胁你 以我的名义威胁人家 那以后你到了推特委员会 你怎么威胁别人呢 宝胜是个老实人 人家把你家 我也没说 人家把你家进来了 你怎么能对 这么对待人家 宝胜先生呢 将好你这么做太过分了 太缺乏修养了 你怎么能一次次的在这块 又在这块目击资金 打着我的名义 我已经忍无可忍了 那就犯罪呢 要诈骗 你知道吗 我说过 傅政华的钱 在海外我们是可以去 想办法 要获得 我天天说到我这钱 那不是你去做去 不是说把钱你做了给你啊 你也没有资格 把刀骨折的钱 分给哪些人家 你有什么分别权 那合法吗 人家郭宝昌 人家郭宝胜 郭宝胜先生 人家把你进来了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待人家呢 你这么威胁人家 那么老实个人 什么就是你大哥跟你说 我不是你大哥 我就是你朋友 我从来跟你没毛过面 怎么能这么做人呢 我看不下去了 不管谁这么说 今天你骂人家 你骂人家 你骂人家 你没骂吗 如果你这样的人 你说我是你大哥 你对我是个侮辱 我今天在这儿 正式的跟你说 杨建敖 如果你再敢再打着我名义 再干这样的事情 我一定 把你给屏蔽了 不但屏蔽了 我向所有人推 我告诉他们 你这样做人是我不能接受的 连我公司的员工都给我发信息 郭先生 你怎么能有这样的兄弟呢 他老这么骂人 我现在到最后一次警告你 你再敢骂一次人 再有一次三字经 你再敢拿着我名义 威胁任何人 绝对咱俩从此不相认识 你去打听打听我公司 我亲哥哥 没有一个在我公司任职的 为什么 不等于你是我亲哥 你就有本事领导我的员工 不等于你是我家的人 你就有本事领导员工 可以告诉我 你问我 所有几万个员工 在我公司工作过的 我是不是把我哥哥 我家人 都是能分得开 我曾经在我家里说过 我爱我爹我娘 我爹我娘管理公司 管到什么程度下 那不管到茄子地下了吗 爱和亲情 和感情 不能成为被利用的工具 也不可能去领导精英 也不可能不顾真理 也不可能不顾真理 不能这样啊 建娥娃 这些推友们 大家都是好人的 我们走到一起容易吗 我们人类的几千年才有了 今天这个推特这么一个舞台 让我们走在一起 不容易 是缘分 而你现在利用这个平台 现在还是这种最传统的打骂 可以吗 这样的三字经可以吗 我们是不是对得起这个平台啊 对得起这么多推友在这里相聚啊 大家的生命就是时间 时间就是生命 大家就这么在一起 能这样做吗 谁能看得起我们呢 那个夏耶良 夏之窗 他为什么让人大推友们 都是取而兼之啊 癞蛤蟆里 还有这个斯诺和伯俊呢 因为他不得人心 他不得推友心 他是邪恶的 他是肮脏的 你看那夏耶良每次对他推友说 他对推友说话啊 怎么着 怎么着 跟狗一样的狂笑 对待推友看不起 他心不正 癞蛤蟆里 以为所有推友都是脑残 张立凡认为推友都是脑残 他必得推友 把他给推翻把他给灭了 你不尊重推友 推友一定不会尊重你的 你不要行那盗国贼啊 盗国贼不就狂认为自己伟大吗 使自己人民都是傻瓜 当猪狗吗 他最终要被人民给推翻 不能这样做呀 这个说到这儿 咱今天主题也没说呢 刚才一个台湾的朋友 给我这个通电话 今天我上来要直播一下 试试网络的主题之一啊 第一呢 他说这个台湾啊 你说的事都懂 没有人不知道 你不说也知道 他说这个你说了以后呢 对你个人没有好处 因为我在台湾还有一些基金啊 合作啊 投资啊 这个 如果说 文贵你继续说下去 你这些都受了影响 马英九先生 毕竟在台湾当了元首 你不应该谈这事情 林志玲 黑道也有一帮朋友 支持 在台湾的演艺界没有 黑道支持的没有 不可能 然后呢 他就说了 这个他去见了 很关键的一个国民党大佬 说给文贵传几句话 我们也当年在元山饭店 陪了文贵两天 喝了很多酒 很高兴 送给我的酒还没喝呢 不要以时代为敌 不要以为台湾的老百姓都傻 台湾的本质 是一个统和毒之争 其他都不重要 你掺和这事没用 再一个呢 知道文贵掌握很多东西 如果把那东西真拿出来的话 文贵必将粉身碎骨 这个跟盗国贼的口气特别像 我想这位朋友 当时我也告诉他了 我说你说这话呢 我有点不意外 我的宗教的起源 建筑的启蒙 对历史文化的认识 基本上都是在文化里面 都在台湾 我说我也告诉你 我心存感激 我绝不支持台湾独立 绝不支持 但是我绝对反对 以下三滥的手段 绑架台湾的名义 我绝对反对 以政治陷害的方式 这种病毒的方式 在台湾政坛 一次一次的陷害 建议 但是你为了你某个几个国民党 或者民进党的几个人好 文贵一定会出手的 我可以告诉你 台湾这样一次大选 绝对不是你们说了算 你不信都是 谁要今天有种 敢给我拿一对一的赌 一对十的赌 一对一百的赌 到美国来 给我签合同 有本事的敢来 这么大的台湾 几千万人 有没有敢的吗 没有有钱的吗 敢给我对赌 谁是下届的这个总统 你随便说 我跟你赌 所以说台湾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希望 它这个火虽然烧的没那么旺 但是它是我们十四亿人民的希望 台湾不能沦陷 台湾用这种血的代价 换来的这些民主的收获 当然它不完整 当然它需要完善 但是这是我们的希望 不能被毁灭 更不能被盗国贼们绑架 我们坚决欢迎统一 但也坚决反对贪图的同时 也坚决反对盗国贼们 把台湾和大陆的统一 和两边的两岸的利益 变成某些少数人的利益 绝对不允许 袁红冰先生做了很多努力 很多观点我是认可的 但有些观点我是不认可的 比如说台独是绝对不可以的 但是你捅不捅那是另外一个事儿 我现在不想说 但是我绝对反对 绑架台湾民意 强奸台湾民意 打着所谓的两岸的利益 然后为少数人服务 这是不可以的 中国的台办有多少高官被抓了 以统战为名 玩弄女性 贪污钱财 搞性变态 金钱掠夺 这是国家利益吗 这是民族利益吗 当然不是 还有 这位朋友对我说这话 我虽然把话都跟你说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如果下次再给我打电话说这话 你记住 我一定会跟你翻脸 说陈水扁不是好人 陈水扁多么多么坏 这都是全世界认可的 这话我告诉你了 陈水扁坏 应该台湾以民主法律来做 台湾比陈水扁坏的人多了去了 怎么就收拾人家陈水扁呢 陈水扁先生是坏人 台湾的坏人还少吗 台湾的多少老板政客在大陆吃喝嫖赌 坑蒙拐骗 赶紧枪毙一万回了都 李柔的方正怎么去的台湾 海航是什么名义去的台湾 那些金融机会怎么去的台湾 你们可以问问宋楚瑜先生 这个说实话他知道什么 连战先生知道什么 吴伯雄是知道什么 想一想 说说 不是说我跟池水扁先生也不认识 我跟香港的争议权也不认识 我就是希望 不要用这种卑鄙的手段 流氓下三手段代表国家就干什么 丢人 就像和平这小绵羊前天都激动了 不要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对付我们 要有个国家的一个姿态 人家日本的西商人外相见了王毅说什么 希望中国表现出和自己的大国地位相匹配的行动 这话说的什么意思 不要玩下三滥 丢我们中国人什么外交部啊 你代表我们14亿人耍流氓算什么呀 人家美国为什么受人家尊重啊 人家美国有美国的规范 有美国的范儿 有美国的真诚 有人家美国的这种仗义 有人家的公义 有人家的民主法治 他也不是完美的 但肯定比你强 你们上来慢点给郭文贵打电话 就说这个 威胁我 我那点钱算啥呀 不就两亿美元吗 我不要了 你把我证券给我查封了吗 我不要了 这是什么台湾美国让我真的很失望 哎 这是什么陈水扁不是好人 陈水扁是不是好人 我管人家干嘛啊 他说你看他儿子陈志忠 说你就好话了吗 陈志忠也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他 陈志忠他爹犯罪了 你弄他爹爹完了 干嘛把人家女儿把人家儿子那种追杀呀 大陆的那种追杀呀 抄家灭门哪 你看人家闺女可怜的呀 我这人有女的呀 那陈志忠在以前我超不喜欢 但经过陈水扁之前 我觉得这是个男人 这个他的女儿叫陈什么好啊是什么 那绝对是个好女孩 那过去的孩子都是孩子嘛 犯过很多错 但人家爹这件事情让人家强大了 人家当闺女当到家了 干嘛那时候抄家灭门呢 全人类上有像咱们华人世界 像中国这样吗 一弄都是抄家灭门 豁灭救助 陈姓雨啊 那这叫什么呀那字啊 那是啊 陈姓好好好 好 所以 干嘛说人家陈水扁被你们也抓了 也关了 你要说些什么 你有本事搞掉人家李伯辉啊 你搞不定人家 那李伯辉不是要说陈水扁坏多了吗 你咋不搞 你搞不死人家 你捡住转狮子捏 跟我打电话说这意思啊 我为啥我挠我 我最后那句话 我希望今天我在这不公开说了 我希望你牢记啊 再敢说一次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李友说一句话说对了 认识郭文贵 把他认为这个朋友 你就认识了个佛祖和菩萨 你要把郭文贵当成了敌人 那你就是遇到了阎王爷 你说他说对了这话 陈姓雨啊 陈姓雨 所以说你看看 我和你认识了将近这二十七八年 你说这种话让我太惊讶了 就你们在大陆那里投资 就让你这样啊 做这种工作啊 第二个现在说说这个老领导 哎呀说了有点兴奋 喝一杯 朋友们喝一杯 我想唱一首歌行不行啊 唱完以后你们 我估计就是生零了 没人了都 马英九没有证据我敢说话吗 那必须的呀 我现在让他告我 我拿证据嘛 让他告我嘛 他也不告我准备 真的去台湾 我绝对去台湾 多危险我都要去啊 我去台湾 我跟马英九先生 要跟他对着对着去啊 我要跟他好好对着对着 哎呀唱别唱了啊 唱就说不了 我给你们说说这个老领导电话啊 他老领导电话说呢 这是还是冠军和刘成杰的事 说冠军刘成杰 亚然已经成了 陈姓雨啊 陈姓雨 已经成为 已经成为 党和国家的安全利益的考量了 他说知道你文贵想怎么做 但是你不要以身是法 你不要以身是火 别让拉不回来你 哎呦这领导的口气 好叫 还有 很明确的说 你走到天涯海角 听看到电影了吗 犯我者孙远必诛 还有 我们有很多办法 让你闭嘴让你消失 只是现在没到时候 刘成杰 孙瑶冠军 他的命运和他的信息 都属于我们的秘密 我认识你二三十年了 通过济南军区的 咱不说谁了 这我老乡认识啊 是总政联络部领导 现在也被抓了好像是 给你认识这么多年 你现在要是文贵 不认清这个问题 后果相当严重 我认识你像吗 我一听这老领导旁边有人 他自己他不敢说这话 他不敢 绝对他不敢 但是呢 你知道文贵怎么回答的吗 推友们 哦放下来放下来 听推友的 这推友的话是最重要的 推友是我的老板 我说你们那么有本事 那李洪志法轮功你们这么远 你咋不把他租支啊 那唐波桥那么多年 你咋不把他租支啊 那杨建立你咋不把他租支 那赵延你咋不把他租支 和平你咋不把他租支 啊 哇塞啥意思 倒国贼来推我的船来了 晃荡 你看见没有晃荡 晃荡 我说还有 老领导你旁边有没有人无所谓 我告诉你 冠军刘成杰孙姚的信息不是国家机密 是国家灾难 冠军刘成杰孙姚 他一定要给人民说清楚的 14亿人民 如果你要认为14亿人民 会容忍这几个人弄了几万亿美元 不说清楚 听你中央电视台上两次 什么姚庆吃姚庆费 这比姚庆 就说就把事过去了 你太小看14亿人民了 还有 到底姚庆有没有做这个海航的飞机 姚庆有没有接受 有没有接受 这个王岐山的帮助给利益 人民就会犯过吗 九千万党员会拉倒吗 还有 你们都可以拉倒 美国人民看着你那几千亿 在那搁着他不要吗 美国人对别的不感兴趣 对钱是最感兴趣的 Dollar USDollar 那几千亿用美国的朋友文贵啊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我们已经把你当英雄了 你这一爆料我们已经现在有了几千亿了 据他们所了解 中国人在美国的非法资金六万亿美元 六万亿美元 过去谁也不想惹 那现在肯定 想惹了 我说你真是孙远必猪 你来猪一猪啊 你吹什么呢你啊 那个吴京同志演个电影 呼噜呼噜那脑残的那些五毛们 你真信了 鱼宏6万亿美元 六万亿美元 那就活多少杨凯兰 我算了算 就八十亿个杨凯兰 救他的命 八十亿杨凯兰 全人类现在是七十亿人 我说姚庆他知道是他就是消失这个世界上 中国人有一天也得知道姚庆到底干了啥 吹狼弹的什么虽远避猪 你猪谁啊你啊你骗傻子吗你 我这么活了这这这这四十几年了 中国历史那么多年了 你猪谁了呀你猪谁你都猪同胞 你猪过同胞你猪过哪一个外国人呢你啊 你连印度人你也吓了你半死啊 甭说日本人了连缅甸人你也不敢碰你啊 吹什么牛呢你啊 现在他们想害的是习主席 他们想害的是栗战书先生 想害的是赵乐际 这几天纷纷来的是赵乐际先生 啊这个赵乐际先生的丑闻让我报 你等哪天我把这信息都留着啊 我都让你们大家展给你们看看 利用郭文贵呢 我有那么愚蠢吗 就这几个盗国贼 就这六个人绑架了全中国 九千万党员十四亿人民 我们一定不能让他们害习的习主席 咱走着看十九大号 你们就能看到了答案 他们是不是想害习主席 韩正同志想当常委啊 但是韩正的师生子的问题是要给人民一个说法的 是要给个说法的 你把马建同志给抓了 你把高辉给弄死了 想灭掉调查你的人 那是不可能的 韩正同志 你这个师生子是存在世界上的 那不是你抓了谁谁都不说了 那是不可能的 洛杉矶 伦敦 还有 澳大利亚 香港这师生子女们 你藏不起来 你消失不了 你们能不能不说习主席宽衣这事 我一说我真的不高兴你们 这这这是你们 这绝对是一个不公平的呀 我文贵说了一堆的废话 说了一堆的这个错别事 谁谁不是 这干嘛啊 这个文化 文毛主席的错别事有多少啊 邓小平错别事有多少啊 干嘛老拿习主席这么样啊 能不能别这样的同志们 我真的是崔勇 你们在这我这推上 你们要是这个侮辱习主席不公平的 我真的不愿意跟你们这样说了就 别这样 不是习主席是国家领导人 他也是人呢 国家领导 后面人 他不是国家领导神了吗 他是国家领导人 他不是国家领导神 人都会犯错吗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呀 你们怎么能把习主席说成神呢 他怎么就可以不能有过呢 人非圣贤书能无过 什么习大大 习那个彭妈妈 那谁搞的 那都是王岐山这些盗国贼 那是高级黑 他想串党谋国 王岐山的讲话 你们好好看看 就是一计划捧杀 给所有的人去他家说 都是习让我办的 我从来不想抓人 我不执行命令吗 我就是一条狗啊 关我什么事啊 多少人说呀 十九大你们都看真小了 不要这样 习主席没说自己是神呢 这不很清楚吗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习主席没说自己是圣贤的 没说自己是神的 我跟他也不是这个什么 我就是说中国不能乱 中国不能 这个没有习主席 习主席这个人管十四亿人呢 容易吗 他不容易呀 韩正和袁明的事 那是小事 那是小事 大事在后面呢 韩正要上了常委 那必把习主席也同样给拿掉啊 习主席要抓我回去 我心甘情愿啊 没有什么 那有什么 习主席要抓我回去 我也一点都不恨他 我半点都不恨他 他要抓我回去 他是在旅行国家职舍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如果十九大以后 他打个电话给文贵 文贵你回来 我马上回去 二十四小时我到北京 你不信是是 马上回去 我不用他们 我马上回去 你看到 马上我就申请航线 立马回去 为什么 习主席不是坏人 如果他专门坏文贵了 我也认了 十九大的名单全胡扯 胡说八道 怎么可能 但凡有点党的常识的人 怎么可能 都是胡扯八道的 十九大最关键是前两星期 前两星期 前两星期来以前全是假的 都是被操作的 都是胡说八道 独要受王岐山等盗国贼们 这个操作什么习主席啊 宽衣 什么什么这个 这本来是宽农 宽农是解成宽衣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我们那个 梁树铭老先生 鲁迅老先生 写过多少错 犯过多少错 前龙犯过多少错 把自己亲闺女都睡了 那怎么着啊 那外国元首 那啥事 那说错话多少啊 这干嘛 要把习主席 非要当成一个圣人神仙呢 我们每个人都天天说 人非圣贤 熟能无故 对每个人都解释自己的错误 就对徐主席不灵了 他就对不能有错 人家吃个包子 你们也骂人家吸包子 那我们的温家宝宗里呢 他的运动鞋都穿了二十年了 你咋不叫他温运动鞋呀 这不就是有人操作吗 这不就是有人操作吗 海外当中夏业良 张立凡 胡叔李 天天 就是说 不能反王 只能反习 反皇帝 不能反王 正常吗 正常吗 美国纽约时报 他们跟我见面 你问问他们 我说你说谁都可以 不能说习主席 文贵冒多大钱 我说你凭啥只关注习主席啊 你怎么关注王岐山呢 那傅财德 你问问傅财德先生 我说你报习主席不可以 我一句话没有 而我反对 但你要报王岐山先生 我给你配合 这就是我说的呀 所以现在国内啊 把他给捧成 徐主席什么搞什么这个这个独裁了 什么习大大了 什么一带一路了 使劲儿黑他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我深信徐主席会让大大喇嘛回去成为宗教界的精神领袖 会让所有的海外的这些民运或所谓的被民运人士 各种原因不能回国的人 让他们回家 或者有条件的回家 或者当然有条件回国 而且我相信在习主席的下一个十九大以后 中国会实行两党制 不叫多党叫两党制 党内分左派和右派 司法基本独立 基本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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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计啊 我希望是全部独立 然后媒体 基本上 在有严法 科正的情况下 有负责任的情况下 严法吧 严法科条情况下 负责任情况下 全部放开 习主席的生活点点滴滴 从小到大 到梁家河子 到回家冒风雨中 被母亲给 他要顿饭 被母亲给推出去 穿着姐姐的大花鞋 拿墨水给抹上 给梁家河子老书记 背着在福建看腿 然后在福建的时候 对士兵 对周围人 讲义气 对待老革命的家人 有求必应 谢谢 给我一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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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呀 我觉得 习主席 你们现在说 我这个 你喜欢习主席 就不爱文贵了 那对不起 那没办法了 抓律师 网络控制 都不是习主席做的 绝对不是习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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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主席现在做了一些威心的事儿 但是未来一定会改过来 言语自由 基本上未来会实现的 有条件的实现 博细一来我就不说了 人家都倒霉了 咱还说啥呀 就是我说的 咱不对那些倒霉的弱势群体说啥 我看多少了啊 哎呦我的妈 这会儿显示9449 这会儿显示3.2 我那个电脑上显示是9.6万 9.6万 我的天 哎呦二百斤不 哎呦文贵说的话说的也多的多了 那普京说的话错的多的多了 那人家当川普总统犯的错误犯的多了咋的了 所有习主席犯的错误都是王岐山和盗国贼们操作的呀 啊都是他操作的啊 咱们19大以后看你们就明白了 你们过了19大就看到是不是高级黑 过了19大就看到是不是高级黑啊 这有些话我现在不能说 等未来我放录像 在录像中你看看我们的王公公 这个在那小小叉叭叭叭叭叭说啥的时候 你看他话啊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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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中国谁当这道人最好啊 当然您了啊 是吗 那不是习主席啊 哈哈 那女孩说 不是 徐主席革命牛水平啊 人家谁谁谁都说了 对不起 还是吗 哈哈 你可以听得出来 你可以听得出来 都是高级黑 习主席真的是傀儡 他敢惹人家江家吗 他不敢惹呀 他敢惹温家吗 人家有恩呢 他不敢惹呀 他敢惹七山吗 他不敢惹呀 他敢惹云山吗 他也不敢惹呀 工奸法在孟建柱手里面 孟建柱的同志就是江家的人啊 他敢惹吗 他敢惹嘛 他敢惹呀 工奸法在孟建柱手里面 孟建柱的同志就是江家的人啊 他敢惹吗 是不是啊 中纪委党的手铐 那就是中纪委 齐山同志 那是党的 整个国家治理的 刀把子 孟建柱先生手里面 枪把子 那百分之九十都是江家的人 你敢说话吗 那不想活了吧 所以习主席现在窝囊啊 他不敢说话 当年凤凰卫视 大家都知道凤凰卫视是谁啊 凤凰卫视是安全部的 百分之八十的股权 百分之二十是社会上和刘长正先生有的 那是那是谁 那是马建副部长和现在是董副部长管的 啊 那么这都是都是间谍特务情报机构 当年这个王晨 王晨新华社的 王晨写了一篇报告给胡主席啊 2007年 叫什么 叫凤凰管不住 2007年是2008年 凤凰管不住 说这凤凰现在管不了了 刘长乐先生在这个香港 弄了一大堆钱 很多股权啊他现在也不清楚 欠一大堆炸股 啊 然后呢这个人呢这个这个绑架了咱们这个安全部 然后 这个刘长乐先生呢在海外有多少多少钱 所以 凤凰管不住了得收回来 这个报告 把刘长乐先生当场 吓得昏过去了 刘长乐先生你可以听着啊 我说我从来没跟你们说过 吓昏过去了 吓昏过去以后 当场醒来以后打电话给自己的女儿 在洛杉矶叫点点 还滴滴 说 本来在北京他在告了个四个月啊 你们都不能回来了 都待在那儿吧 刘长乐泪如雨下呀 这个时候 刘长乐先生找谁呢 找是当时的贾春旺 贾春旺 让贾春旺先生找 胡锦涛书记 因为那个时候 胡锦涛书记 那还是总书记嘛 去找他 这个时候 他的总裁 叫王继岩 是我绝对好的哥们儿啊 王继岩找了我 就把这个凤凰管不住的这个东西 给我看了看 我就找了 习总 不是习总 这个胡总书记的办公室主任 令吉华先生 我让他的女朋友给他看 他说你把这个情况 你写个东西给我 然后就写了个东西 我在王继岩 王继岩想要求下 啊 送过去了 送过去以后 胡总书记看完 当天的晚上 当天的晚上 和胡 习总书记 当时的副主席 打乒乓球 然后就给习主席 习主习记 习主习记知道 这个是不是真意啊 说 哎 近平啊 这个长乐还是不错的凤凰 还就这样吧 他欠的这个 咱们这个这个 这个进出口银行的这个 二十个亿 先搁一搁 啊 为国家的大外宣工作 做了不少贡献 咱们很多的情报工作者 还都在这个 凤凰上有很大的贡献 这个不义大众 保持现状吧 就说好好好 马上事过了 结果这功劳 就被贾成旺先生给给给给给 给给给请了 贾成旺先生就告诉刘长乐 我帮你搞定了 啊 习主席明天后天就会在钓鱼台给你开会 啊 这事摆平了 我告诉王继颜 我你永远不要告诉刘长乐 说我帮我这个忙 啊 啊 结果真的是在第三天在钓鱼台 习主席可以做成 有习主席做成召开了 有驻港的中联办 然后呢 还有这个王继颜 刘长乐 安全部的耿部长 董副部长 啊 还有邱部长 啊 还有这个新华社的人 中联办的人 一起在钓鱼台 啊 19号楼是刘长乐住的房子 在他们的那个叫什么院呢 开了会 习主席一开始就说 这个肯定 凤凰多年来的做的这个贡献 和海外情报领域的工作 还有啊 这个 那王晨也在啊 王晨也在 这个 现在呢 对你们的工作 表示极大肯定 但是过去的资产问题 一直不清楚 从过去的财政部管资产 变成香港中联办干 本来要决定留王晨推荐的 要把这个国有资产收回 推荐新的董事长 那就算了 董事长还有常乐同处担任 但是人事关系有驻港啊 就是这个这个中联办 来接管 还有 所有的在派到凤凰的情报人员 还归安全部管 安全部管什么 管关系 中联办管钱 这样凤凰啊 就保存下来 还是刘长乐先生 到今天我也没给刘长乐先生说的 见证人就是王继言 王继言先生就是中国的广电部的原来的校长 这个胡舒里女士的老公是广电部的里边一个文学院的院长 所以文贵帮过太多人了 结果现在凤凤 天天黑文贵 为什么 他得听盗国贼了 还有 董克文 我是200亿官司 有官司快来吗 打官司吗 董克文 所有的官司我都欢迎 赶快来快来 快点打官司啊 董克文 别三百亿 弄个三万亿 我欢迎极了 你越打官司不就好啊 我在这陪你打官司啊 我想回中国都不行啊 你走立场岸我才能不离开这吗 我的签证七月份都到期了 你快来嘛 赶快打嘛 董克文 你连那个痔疮我都不想叫你 你连个痔疮的毛都不算 你算啥呀 哎呦 你说董克文说 哎呦我我听不懂中文了 我听不懂中文了 我听不懂中文了 我只能听英文了 我得请尿了 你恶性死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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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听不懂中文了 你 你算个什么人物啊 你 哎呀还有这么不要脸 天下有不要脸 真不要脸 真是物以类之 你说你这懂科文 竟然说自己也听不懂中文了 他说中国事我从来不关心 我不管 我的儿女都不管 你那叫儿女吗 你那叫叛国贼 别拿老儿女车说话 我喜欢英狗妖鬼女 超喜欢羊鬼女 就跟海航说 我持航等于慈善一样 瞪眼说瞎话 你不懂中文 听不懂了 装装我听不懂 然后20万美元的合法 交来一起看 骗钱嘛 法律骗子嘛 就骗中国人嘛 能被你骗的人 能是文贵的敌人吗 能是文贵的对手吗 我压根都不想看 哎呀文贵啊 你要有本事 我接了啊 入口入口 董克文啊 我真是我睡觉梦里边人 被屁崩的人都比你强 真的 这个 我花过的律师费 不超过20个亿了吧 超过20个亿了吧 超过20个亿了吧 你算老几啊你 还懂课文你 你看你课得了谁啊你 你等着吧你 你跟那个什么斜剪绳 你就是一路之人 垃圾 你这个游戏跟你沾不着 老上蹭什么你啊 那个烂的简直一塌糊涂 你看 还那个完全夸张的照片放到网上去 试试你 我听人家去开会的时候 看见这人极为猥琐 眼神有理 身体不健康 瞪眼胡说八道 还我躲避你 我躲避你 我躲避你 干什么你拍我躲避吗 哎呦我的娘了 这个里边 我们这个游戏里边啊 文贵有四个人 简直是不知死活往里边撞 鞋剪绳 护鼠梨 还有董柯味 还有个夏爷亮 这都是什么东西嘛 你说你董柯味 你连自己内裤能不能买的行 我都怀疑你 你说你这瞎得是什么 你得是 哎呀 他不是赚钱 他是骗钱 什么叫骗钱 骗钱 谢先生就是个 你太侮辱畜生 畜生 我们家Snow比他聪明多了 那个烂人简直是 他还想在这里个 你说你那些小狗屎子 还要跑我们这游戏 想捞把钱 你算老几啊 你说 哎呀 今天的网络 试得很成功 台湾这个朋友 还有大陆这位老领导同化 对我的威胁 对我的威胁 本人都领教了 我就不说了 推友们 今天我特别高兴 哎呀 你看我那边的工 你看我那个台子上的 太多文件了 我今天全送我 不要你们看那种 看看 特开心 等着 等咱给他出手的时候 717完 616 你看咱跟他玩的很的 让大家看看 放心 让他子弹飞了 我就等着 让人家找我船 来呀 来呀 别老吹牛 哎呀 我们的盗国贼 别的那边什么 坑蒙拐骗 我头发真的两冰半白了 最近 白头发 那天我太太抱着我 哭了半天 说从她来看到我头发 一天比一天白得多 哎呀 我最守着 人不接受老年 是最无知的 拥有老年是很幸福的 百分之六十的人 都活不到老年的 行了 我休息吧 这推友们是我的亲人 就让我休息 啊 关心我 你看我这是写的 一万零五百零一 那个地方已经是十二万了 啊 这瞪子眼现在造假 瞪子眼造假 行了 所有推友们 我把这个赶快删了啊 我就不留了 好不好 今天咱是跟推友们直面对面的聊天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所有推友们 对我的支持 推特世界有感情 有爱情 有真情 有力量 文贵万分的感激 万分的感激 文贵今天呢 今天呢 说的话都是性情话 这个小平先生 竟然当面质问我 为什么你在凉台上是一个人 在这儿又是一个人 好像我这是伪君子 我不是啊 我现在是跟推友们聊天啊 那个是很正规的很严肃的 是一个正式的聊天 这是个闲话嘛 闲聊天嘛 那这个正式聊天嘛 所以不一样嘛 行了 推友们 真不舍得和你们离开啊 我一会儿下去 我们有个party 还得喝酒 这十几个人今天喝 少喝不了 少喝不了 少喝不了啊 这个 不给大家说了 这个 我得把手机交回去 要不然喝完以后 再要和你们 那不就麻烦了嘛 我一会儿听点音乐 跳跳舞 高兴高兴 哈哈哈 哎呀 你们有这样懂的 推特世界真的有爱情 真的有亲情 真的有力量 推特是上天给我们最好的一个平台 珍惜推特 别删别删 大家你觉得我还是删了吧 你说我这喝得最麻辣的 说了胡说八道 还是删了吧 大家都不知道删是吗 大家都不知道删是吗 哎呀 都那么人不知道删 我到底删不删呢 我到底删不删呢 好 好 不删 就这么定了 好 爱大家 我爱你们也 你们爱我我也爱你们 千万别去盘谷顶我 别去盘谷 你别害自己 我最讨厌推友们 冲动 上次喊两嗓子干嘛 没有实际作用 别那样 保护自己 我不希望任何因为文贵被害啊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拜托了 求救你们了 那谢晓菱女士被去一趟 遭受那么大麻 没必要 没必要的牺牲 不要听那些什么这个假民运 让别人捐钱 让他去搞民运 让别人去送死 他在这块享受美国生活 不可能 如果是文贵的推友 是跟文贵一个心的 你们安全 文贵才能安全 你们开心 我才能开心 你们高兴 我才能高兴 我求求你们了 千万不要去呀 保护自己的安全 你们还有家人呢 好吧 谢谢了 各位推友啊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文贵在此衷心感谢